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三 最近国平正在国内备战人穿冠军赛 按照日程的安排这一次的比赛在月底将会即将开幕 那么目前距离本次比赛的开幕也就只有5天 在倒计时5天的时候呢 WTT也官宣了一则官方宣传片 我们中国队有三位主力非常荣幸的登上了这一次的宣传片 而另外有一些王牌主力则是遗憾的错够了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最近WTT放出了本次人穿冠军赛的官方宣传片 那么首先由于这一次的比赛是在韩国举行 所以从宣传片的画面来看呢 首先露面的一些运动员的画面 基本上都是他们韩国队的选手 比如说像他们男单的一哥女单 这边非常厉害的一些年轻选手 则是领先出战 那么另外一方面在韩国队这些选手 占据的这个版面之后 后续呢我们国平的队员也都接连亮相了 包括樊振东 王曼玉以及陈梦 这三大王牌主力都得到了曝光的机会 那么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得出来呢 过往这三位主力在冠军赛当中所取得的好的成绩 是获得主委会的认可了 所以这一次在官方的宣传片当中呢 他们就得以曝光 对于他们而言也算是一个非常大的认可 相信他们看到之后 看到这个殊荣呢 会鞭策鼓励他们接下来 继续在本次冠军赛取得好的成绩 对比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 不管是孙颖莎王楚清还是马龙他们呢 则是暂时没有出现在这个宣传片当中 具体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 但对于他们来说 这或许呢可能也会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那就是他们距离陈梦以及樊振东这些 国平前辈所取得的成绩呢 还有一些差距 接下来在本次冠军赛还得继续努力加油 尤其是王楚清 虽然说最近已经回到了世界第一的排名 但是在一些重要的世界大赛当中 在一些非常有分量的一个比赛当中 他所夺得的荣誉对比樊振东和马龙 确实是差距很大的 他接下来要走的路还有很长 所以对王楚清而言呢 如果接下来能够在本次冠军赛夺得好的成绩 再度在今年巴黎奥运会呢 问鼎南单世界冠军的话 或许将来他的影响力会进一步提升 他也才能够取代樊振东 成为我们中国队真正的一哥 当然了这一次有没有登上官方宣传片呢 其实也并不能够代表着什么 只是代表着过往呢 有些球员取得好的成绩 主委会呢对他们的关注度会更高 对于其他年轻球员来说 其实他们也有机会将来可以得到官方的重视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好这一次的机会 在本次人川冠军赛打出好的成绩 尤其这一次的比赛呢 对于将来奥运会的一个选拔影响非常大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一次冲刺单打冠军的1700分 为自己争夺奥运门票占据主动钱 希望每一位选手都不负自己的一个努力 取得好的成绩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 拜拜